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郎房车赵经理 在以往的视频里,我介绍了很多就是V90加长轴超高顶的一个房车 很多顾客在留言中会咨询这个V90的加长轴高顶的一个车型 觉得这个车的通货性会更好一些 那么本期视频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V90加长轴高顶的一个车型 这台房车呢,是顾客定制的车型 目前呢,就要下线了 那么本期视频,我就带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台车 这个车呢,是一个保时蓝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有白色黑色的可以供大家选择正辆 大家看到,这个高度啊,有了个2米65高 高度也不是太高,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比例非常的协调漂亮 这个车呢,车长呢,是5米94 车宽呢,是2米1,高度呢,是2米65 内高呢,达到1米73 1米73,是一个四座版后横床的一个布局 那么话不多说,我就带大家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台车啊 这台车是一个2.0T的柴油发动机 6AT的一个变速箱,后驱后双胎 首先大家看到正驾驶,副驾驶的后方 这个小黑点啊,它是质阳棚的前置斜拉扛风之脚 然后呢,中门的下方 电动踏步,随着车门进行收缩开启 左右两侧的一个窗户是一个二合一的一个外推窗 既能行着中,侧推开启通风 还能外掀 里面都是防空虫隐私的一个杀窗 车顶上方呢,是一个3米乘2米5的质阳棚 质阳棚下方是户外灯 方便我们晚上的时候使用 并且这台车啊,顾客选装了速度监控系统 这样的话,我们在车内休息的时候 晚上休息的时候,或者是驻车停车情况下 能看到车身的四周 能保护人员和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 中门的后方呢,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冰箱和微波炉的一个强排散热风扇 感知温度,自动排风 再往后呢,大家看到这个大舱门啊 这个就是外置抽拉道的一个舱门 一会儿我们打开,让大家看一看 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外置抽拉道拉出来 它这是个两段式的燃油,就是柴油的抽拉道 它是烧的是柴油,和原车的油箱是相连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燃料的问题 只要原车油箱里面有油,它就可以工作 是我们做饭使用,非常的方便 再往后面,大家看到这个小黑点呢 这个就是志昂彭的后置斜拉扛篷之脚 我们现在来到车身的尾部 尾部呢,没什么特别之处啊 左右两侧的车门 外侧的是双层亚克力的外体窗 内部是防空虫隐私的沙窗 因为这台车的车长已经有五米九色 所以说不能安装爬梯 安装爬梯以后就超长了 大家看到上面呢,是四路监控的后置摄像头 车顶上方还铺的有碳能板 车的底部的排气管上 我们安了防静电的装置 一旦有静电,直接倒到地上 就可以了,保护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现在呢,我们来到车身的左侧 看一下左侧这块的开孔情况 首先大家看到车身后部 这个是电池和逆变器的一个强排三十风扇 电池,包括逆变器在工作的时候会反发热量 为了保护这个电池和逆变器的话 一旦打到温度的话,这个墙排分扇自动会向外排热气 温度降低以后它自动停止工作 大家不用管它 再往前呢,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是清水箱的一个注水口 是带钥匙的 平时我们就把它盖子悬开 用水管给清水箱进行注水 如果距离远的话 我们随车配备的一个小水泵 12伏的小水泵 可以提桶插这里面的12伏的电源 然后来给我们的清水箱注水 注完水以后把这柜盖门锁起来 保护我们用水的安全 再往前呢,把它打开 就是我们的外跌湿电口了 插家里面的220伏的湿电 给我们的生活电瓶进行充电 大家看到这个右侧 也是二合一的一个外气窗 既能侧推打开 行车中打开通风换气 又能注射手外先 当雨打使用 非常方便 二合一的 这个是一个左侧的一个摄像头 速度监控的摄像头 然后呢,正驾驶的后方 大家看到这个小盖门啊 我们把正驾驶打开 然后把这小盖门打开 上面是柴油箱的注油口 下方呢,是尿素箱的一个夹注口 尿素呢,俗称伪极净化液 就是它的学名叫伪极净化液 然后这台车呢,没有贴七郎的专属的话 应顾客的要求 想车身啊,比较低调的 出门看着不像房车 所以说就没贴这个七郎的专属的话 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贴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车身的外观了 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驾驶室这块 现在呢,我们打开副驾驶车门 看一下驾驶室这块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四座网友的布局 所以说正驾驶是一个座椅 副驾驶是一个座椅 然后第二排是个双人座 正副驾驶各一的最大好的就是中间有个过道 方便我们从车内到驾驶室 或者从驾驶室到车内 尤其是雨雪天的时候 并且这个正副驾驶各有一个手托 方便我们行车中 手臂的一个休息 左右两边都有 而且两边呢 还有着隐私的一个窗帘 我们晚上的时候睡觉 两边对拉 这样的话能保护我们的隐私 方向盘呢 是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定速巡航 十寸的到车影像 GPS导航系统 6AT的一个纯正制度的编属箱 自带行车的冷暖空调 下方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是垃圾篓 烟灰缸 还有一个12V的常电电源 那么这块就是我们的一个驾驶室了 一会儿我们到车身的中门 看看中门的布局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车身的中部啊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车身 右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像 大家看一下 这车身其实并不高啊 通过性蛮好的 外高是2米65 内高能达到1米73 但是如果您各自高岛啊 可以选择家常州超高顶的车 内高能达到1米93 中门这块一直以来 就是七郎非常经典的一个中门布局 左边大家看到 这个是灶台的延伸 右边是一个大沙门 然后电动踏步呢 它是随着车门进行收缩开启 联动的 然后踏步的上方的第二阶台阶呢 我们做了两个小抽屉 平时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些 我们随时的工具啊 我们的一个拖鞋啊 等等的东西放到里面去 然后呢 左侧的一个中门的 灶台的延伸呢 外侧是一个大的一个桌板 我们把它打开 平时呢 它有个桌腿 直接支着就可以了 支上以后 这个台子上就可以放一些 锅碗瓢盆啊 我们的电器啊 比如说电磁炉啊 电饭堡啊 等等都可以放到上面去 查这个220V的试电 或者12V的这种电源啊 等等使用 小桌板的内侧 这个有个储空间 也可以放一些杂物 然后再往上呢 这些是一个八卫的调料盒 可以放油盐酱素等调味品 旁边呢 是我的户外淋浴 我们平时在户外用水的话 就非常方便 户外取水 然后呢 平时 不用的时候 把这个桌子抬起来就可以 抬起来收起来 抬起来收起来 然后把它扣起来 就可以了 然后再往上呢 是防蜂虫隐私的一个纱窗 入口的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梯的一个大沙门 有的沙门以后 晚上的时候就防止啊 蚊虫进到车内 对我们进行叮咬 非常的实用啊 这个中门大沙门 然后啊 过会儿啊 我们到车内 看一下车内部的一个布局 再拉个远镜头 让大家看一下车身左右侧 右侧的一个全境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车身的内部 大家看到 正架式一个座椅 副架式一个座椅 中间有个过道 方便我们通行 正架式的后方呢 是一个气动的一个升降桌 这个桌面呢 它是一个耐磨防水防滑的 外侧呢 有两个背架 内侧的是垃圾篓烟灰缸 包括第二排座椅呢 是一个商务座椅 坐起来非常舒服 它是一个非常厚实啊 能大大缓解 我们长时间乘坐 这车辆呢 就疲劳程度 所有的窗户 内部都是防蚊虫隐私 带遮阳的 下拉呢 是遮阳 上拉是隐私 包括这个防蚊虫 然后上下可以分开 分开以后 这个大家看到 这就是一个外吹窗了 它是一个二合一的外吹窗 既能行车中 侧推开启 侧推开启 可以通风换气 又可以 比如说我们住车情况下 外先打开 当雨搭使用 左侧呢 是安全锤 右侧呢 是一个阅读灯 晚上是我们看书 看手机使用 再往下呢 是个小米的温度视度计 再往下是5V的手机充电座 220V的一个插座 休息区的上方呢 有个双开门的两连吊柜 我们把它打开 里面的出空间还是蛮大的 平时随车可以放一些 我们随身的物品等等的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正副驾驶的上方呢 是一个额头柜 额头柜的下方 是一个17寸的西顶电视 这个电视呢 是个WiFi电视 可以连接手机的热点 看新闻 看直播 看娱乐节目 带上小尊子的话 可以放放动画片 还可以插油盘 在网上呢 是一个额头柜 打开 里面的出空间还是蛮大的 平时也可以放一些 我们的随身的物品等等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然后顶上了 我们又额外安了一个照明灯 能很好的增亮车内的一个亮度 副驾驶 副大使的壁柱上 大家看到这个 按着是驻车水暖一体机的 一个控制开关 有了它冬天时候 既能出暖风 还能出热水 它的暖风是可以单独控制的 入口处的上方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总共开关区域 第一个是八路的总共开关 控制了我们所有的灯光水路 电路等等 还能看到清水箱的水量 灰水箱的水量 旁边呢 是3000瓦逆变气的一个控制开关 再往后呢 是酷冷剂 能实时监控的电池的基本信息 再往后呢 这个就是四路监控了一个 十寸大屏了 大家看从画面中看到 前后左右都非常的清楚 再往后呢 就是一个韩国大鱼的一个微波炉 我们把它打开 这微波炉其实还蛮有用处的 出门的时候 热的饭菜 馒头包子 不用开火 还是蛮实用的 当然这是根据您的需要 可以选装 然后入口处的一个左侧 就是我们的灶台区域 灶台的面啊 也是防水防滑耐磨的一个面 然后配个800瓦的一个电磁炉 旁边呢 是一个带盖的一个水桃盆 配里边是一个折叠的冷热量用的水龙头 盖上以后可以当切态板而使用 上方啊 这个防空虫隐私的一个纱窗 旁边呢 还有这个220伏插座 还有我们的12伏的长电插座 灶台的下方 就是我们的储物空间 上面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打开 大家看到里面可以放我们的东西 下方呢 是一个双开门的 两层的 大家看到 顾客又多选了一个石升的一个电热尾器 旁边呢 里面这个地方 也可以放我们的随身的一个物品 然后呢 灶台的后方 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柜 是一个组合柜 组合柜的上方是一个衣柜 双开门的一个衣柜 里面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衣物 比如说 不能折叠 需要悬挂的衣物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然后下方呢 是一个12伏 85升双开门的一个冰箱 我们把它打开 上面呢 是冷冻区 下方呢 是冷藏区 85升的冰箱 完全够我们日常的一个使用 存个三四天的食物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第二排座椅的后方呢 就是我们拓展式卷帘门的一个卫生间 在以往的视频里 大家都看过我介绍这个卫生间 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不占用空间 就是不用的时候 双侧的门合起来 这样的话能减少一半的一个空间的占用 内部呢 是一个拐角的小水盆 水盆还是蛮大的 下面是减修口 配一个冷人两用带花洒的一个水龙头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卡位 包括这个化妆镜啊 上面的除空间可以放些洗漱用性 顶上呢 是一个可以照明 又可以双向换气二合一的一个双向换气扇 这个卫生间 大家从这个视频里面看 空间还是蛮大的 然后配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使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两边对拉 对拉以后呢 停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洗澡等等 上厕所使用 不用的时候把它两边的门收起来就可 大家看到我一只手都可以操作 从这就知道大家可以看到多顺畅 并且呢 两边呢 我们还做了扎带 方便我们在行车中啊 防止它晃动 发出异响 车身的尾部呢 就是我们的休息区 采用的是一个后横床的设计 因为这台车还没有完全下线 我们定制的一个床垫 它还没有回来 从这视频里 大家看到这个床呢 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床架 就是说非常的结实 然后这个床的长度呢 是一米八五乘以一米三 能够轻松碎下两个成年人 大家看到右侧啊 就是一个三千瓦 逆变器的一个控制开关 包括这个走线 大家看到非常的整齐啊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锂电池 锂电池舱 后面的那个是 就是我们的一个洗衣机 然后呢 床的内侧 大家看到有这个阅读灯 还有五伏的手机松明座 还有220伏的插座 包括这个一个置物啊 可以使用 船的两侧 都是这个单开门的一个大吊位 里面的储物空间还是蛮大的 出门带一些衣物啊等等的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把它盖起来会感觉更加的整齐啊 车身的尾部嘛 就是我们的一个12伏变频分体的空调 智冷效果非常出色 400H锂电 带它能用8个小时 包括这个精英效果非常出色 车身的后门 后门啊 两侧呢 内部都是防空虫隐私的纱窗 外面是亚克力的一个双层外气窗 驻车的生活可以打开 通风换气使用 全车呢 采用了都是这个10G的环末板材 轻量化的板材 颜色呢 是浅色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像 有重颜色的 比较稳重的一个颜色 大家我们还有一个重颜色 可供您的选择 大家看到这些是四座版 四座版的车 五座版的话 就正驾驶 而不是副驾驶 变成双人座 并且这个副驾驶 可以360度向后旋转 这个底板呢 也是一体成型的地板 耐磨防滑的 一会儿我们到车外 确身的尾部 看一下尾部的一个结构 现在呢 我们打开车身的尾门 看一下尾部的一个设计 后横床最大的优点 就是床下方的出 空间非常大 大家看到这个 涂空间 我们把它打开 里面就可以放一些 我们的折叠座椅啊 鱼杆鱼包啊 等等的 都可以放到里面去 并且啊 车身的左侧 左侧的按了一个 三公斤的一个洗衣机 方便我们 出外的时候 洗衣使用 这个是这样棚的一个摇杆 这样棚摇杆 大家看到这个银针呢 它是一个充电的地毛 方便我们 插220V试电的时候 把这个插到地上 相当于地线 一旦漏电的话 直接倒到地上 对我们车辆和人员 都非常的安全 包括这个床的上方 也有这个阅读灯啊 5V数据 自动端片座呀 220V的插座 包括12V的一个 电源插座都有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后门的一个布局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我再对这台车 就会一下总结 视频里来 我介绍的这台车呢 是基于大通V90 加长轴高顶地盘 达到的一款B型旁车 它的车长呢 是5米94 车宽呢 是2米 高度是2米65 挂蓝牌C道 采用的是2.0T的柴油发动机 61MT的变动箱 后续后双胎的车型 车身的颜色呢 是保时蓝 但您也可以选择 白色黑色等等的颜色 可供您选择 这台车配备的是一个 400M的锂电 3000瓦的逆变气 12V变频分体的空调 12V85升的冰箱 微波炉 电磁炉 助车水暖液体机 应有尽有 包括户外有这个燃油的抽拉灶 车顶上方还有太阳能板 配置非常的齐全 这个车的内高呢 是1米73 如果大家觉得内高有点矮的话 可以选的V90 加长州超高顶的那个车 内高呢 能达到1米93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布局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来房车赵景宇 祝各位朋友 何家安康 谢谢 下来吧 下来吧 下来-